始终遭到铁道上面一棵老树啊 一百年的老树啊 青钢粒断裂 脂干啊 摔中了 导致有五到八节的车厢啊 翻覆 其中第五节到第六节的车厢 掉在三公尺的桥下 造成了五死 一百一十人轻重伤的惨迹 主管机关农委会的林务吉表示 阿里山铁路的小火车 每天发车以前 都有人来巡视 并且目测铁道两旁 五公尺范围的树干 是否有重铸啊 枯萎啊 这次的事故 是寄离铁道八点五公尺的树木 那样造成的 应该是属于天灾 但是本席认为 任何铁道都要以 里克安全送达到目的地为优先 林务吉本来就应该 全力地检查 沿线的树木 设立防腹网 或者修剪生长 过于茂盛的林务 如果寄离铁道八点五公尺的树木 仍然能够造成 翻车这个造势库的话 表示林务吉只检测到五公尺的范围啊 这个树干是不够详实的 所以必须要立刻修改 这个检测的范围 林务吉把阿里山的火车 跟纽西兰的这个高山火车啊 相比美 列为世界唯二的高山火车 同时呢 文件会也把阿里山的火车列为我国 征集成为世界遗产 潜力点之一 而且阿里山呢 一直是我国重点的观光景点 更是来台的路客 或者是日客来热衷拜访的景点 每年都吸引上百万的人次来造访 公共的安全的维护 交通设施的完备 相关服务人员的训练 都是应该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 既观光局的统计啊 去年来台旅游的外国观光客啊 首次突破了百万人次的大关 五百万人次的大关 大倒了五百五十六万人次 未来政府将再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的自由行 预估外国观光客的总数啊 一定会超过六百万人次 但是近年来 台湾发生了重大旅游的意外 包括苏花公路的坍塌 还有太鲁阁的落石 新中红公路的游览车的翻覆 都是影响我国观光产业的形象 政府如果真的要来推广 发展我国的这个无烟冲的工业呢 相关行政机关呢 应该再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 才能够建议 较好又较做的观光产业 谢谢 谢谢 谢谢